一直放我们节目 哎 台长 那你平时做不做梦啊 我做啊 我做梦啊 台长你做的梦好不好玩 你说几个你做的好玩的梦 给我们听听看 哈哈哈哈 你让我们开开眼界 看看你在梦里面都在干嘛 忘记了呀 那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们台长就是 自己看着自己在 在就是在人间飞呀 那么有时候呢 飞得比较低一点 啊 那我就知道 最近要当心啊 要更好好的精进修行 因为飞得不高嘛 啊 因为有时候直接在天上 那就飞得很高 啊 明白了吗 有没有什么特别 比较震撼的梦 哎呦 哎呦 那在上面 在天上 踩着云走路啊 耳边热 这种 大概我估计是像 二十二度 二十三度 这种温暖的风啊 好像春风一样 呼呼呼在你耳朵面上 你在天上踩着云走的时候 它在你耳边 呼呼呼呼 就这么声音啊 啊 就这样的 而且在天上 小孩子 讲话的声音 真的 真的是 回音了啦 哈哈哈哈 笑都有回音了 而且他们在天上 天空当中 都在荡秋千 啊 菩萨下来 每一位菩萨下来 他全部是踩着云的 啊 没有踩着云 菩萨不可能的 都是踩着云下来 他这个云不是说 我借一朵的 他只要 一走路 他脚底就云彩就出来了 啊 是这样的 啊 那有时候呢 也做到一些啊 人家啊 来问我要东西了 啊 还有梦到 很多很多白天 救人的那些情景 那么到了晚上 他从这个人的身上 就突然直接 跳出来另外一个人 跑过来 就跟 有的们跪在我面前 有的们就直接啊 冲着我 打我了 哎呦 他就是灵星了 那是啊 那师父有时候 往后退 往后退 因为我不想 在梦中意识 我也很清楚 我不想伤害他们嘛 但是等到他们实在要 弄到我这时候 我就插一下子 一弄嘛 他们就啪一下子 变成很多 像散掉那种星星一样的 听到懂吗 就像人家 一拳打过去 这个头上眼睛 你冒金星这种感觉 他就 他就没了呀 就魂飞扑伤了 魂飞扑伤了 那就是 所以 所以醒过来还要念 往生走呀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 今天早上也是的 做梦很多的呀 做到很多的梦啊 像台长 今天 今天跟个早上 做梦跟一个画家在一起 一个画家 一个画家 一看完这个画家 就是仙人了 他在画 画给我看 哎呀 皇宫里面 皇宫里面 一画功夫 画出来一幅画 画最后画一个老虎 一个老虎跟 再画一个猫 画一个老虎 画一个猫 在里面 那我就走过去 我就 我就在这个老虎 老虎身上 就按照他这个图画上 我就沿着那老虎的虎身啊 我就用手指啊 就画了一圈 然后再把那个猫画了一圈 结果 一个老虎跟一个猫 两个人 就是活了啦 活了 你知道 看过那个马云神笔吗 你看过吧 神笔马良 神笔马良 对对对 搞错了 像那种马云有名气 就变成是马云了 所以这是马良 结果呢 就看见这个老虎 跟那个猫 两个人 又抱在一起 在这相亲相爱一样的 我后来 我就一看 我就说 这就叫画虎画猫 而且我就说 猫和虎 它本身也是 一个像母子 像父子一样的 像得不得了 它们跑不跑 那个老虎后来 还跑到我脚子里来 舔了一下 就今天上午呢 希望你给他加指 他以后好投人了 这种 这种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看到的是 我当时如果把那个 后面的 古色古香的房子 画一下 它房子就显出来了 当时我就画了一个 土 土 土 老虎的那个 根据它那个画上 我就这么画了一下 把那个猫的形状 也画一下 两个就 活了呀 两个就活了呀 就这样 那你所在的境界 就是微星所造 你想什么什么 就出来了 你讲了完全正确 在师父没有烦恼的情况下 在台长非常非常干净的话 我是心想事成的 我就是被有时候 身边的那些徒弟呀 小孩子呀 弄得很烦 他们这些孩子境界 真的太低了了 真的没有 他们没有这种境界 能够看到师父的境界 所以我跟他们说 你们看到的师父 穿着衣服 穿着裤子 你们觉得这个师父 实际上你们看不到 我的脑子里的境界 你看不到师父的深层意识 你看不到我 我到底为谁在想 为众生在想 他们我说 你永远学不想师父的 你就是跟师父穿着一样 哪怕是双胞胎 你不知道师父 想的都是菩萨的事情 我为众生在想 你在为谁想 没有用的 所以他们想出来的事情 第一就想自己 第二想自己亲人 第三又想自己 第四又想自己亲人 就这样简单了 你有本事 你脑子里想出来就是众生 不想自己 没有自己 把自己忘了 那就菩萨了呀 那么 我们年纪还小 都是小孩 但我们到了台长这个年龄 境界可以慢慢慢慢提高的 那七八十岁的人 连经都不会念了 哈哈哈哈 台长是大等大学 我们真的都是小等小学 还在天秤的道路上 这倒是 好好努力啊 真的不容易啊 有时候人家稍微一烦恼 就会自己忘掉很多事情 功力就不够了 你听得懂吗 所以一个学佛的人 绝对不能生气 一生气功力会减退的 明白吗 上司一个老爷